另外一个知道有化学变化的发生的反应是颜色 颜色变化 这个颜色变化当然不是刷油漆的涂上去的颜色变化 是东西本身的颜色变化 这是绿化芽 就是要你背的绿化芽菇检验水 油水或者是无水 这个是油水的绿化芽菇 加热之后水跑掉变成无色的绿化芽菇 颜色从什么颜色变成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 油水什么颜色 粉红色很好 没有水什么颜色 蓝色 欧蕾非常好 另外一个检验水的是硫酸酮 我们通常习惯上讲有水的硫酸酮叫做硫酸酮菌体 没有水的颜色叫做硫酸酮粉末 所以精体是有水的 加热炒一炒会变成没有水的硫酸酮粉末 油水啥颜色 油水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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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这两个就是所谓的颜色的变化 有水没有水 下一个这里是分态 分态低入分态的氢氧化钠 是分态在氢氧化钠碱细 碱细碱综颜色 通入逐量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融入水会变成什么东西 碳酸 会把它转成酸性 所以原来在碱细后来变成酸性 颜色怎么变 分态在碱细什么颜色 分态在碱细什么颜色 红色对 酸细什么颜色 无色很好 红色变成无色 那么这里的相关的就是什么 酸碱细细的变色 我们说过你要背十元 你要背分态 你要背广用 分红我上课有教过 但原则上没有人考分红 你忘记就算了 但是你要记得 十元酸中颜色 碱细细颜色 分态酸中颜色 碱细细颜色 还有广用指示记 酸中颜色 碱细细颜色 要记得 就是要说颜色的改变 了解到有化学变化发生 我们刚才提到会生成气 那有哪一些反应会生成气 第一个是生成氧气 什么反应会生成氧气 刚才有教过一个 什么反应会生成氧气 电解水 国山下瘸其交 电解水 正极产物就是氧气 还有刚才有教过一个 三氧水 当然然后双氧水分解 产生氧气 那什么反应会产生氧气 当然电解水的正极产物是氧 电解水的负义产物是氢 是刚刚教过的 活性钠金属加氏酸 对不对 刚刚讲过的 反正氧气 电解水的负义产物也是氢 那个电解水的这个事情 都是国山下瘸其要学要背的事 你就可以现在就背起来 反正你活在那里就要背 一个正极一个负极 就产生氧气的反应 然后锯金属加水 这我们教过吗 记得吗 那个那帮到水中吗 然后给大家水会很清晰 这些其实在我给各位的复习讲一 那种整理上都帮你各位整理好整理过了 你看那就会背 看那个就知道哪些人就会把背起来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产生二氧化碳 哪些反应会生成二氧化碳 有哪种成二氧化碳 碳酸 碳酸盐加氏酸 刚才讲过嘛 酸的通心要背两个嘛 活性大的金属加氏酸产生氢嘛 碳酸盐加氏酸产生二氧化碳 前面讲过的 还有谁会有二氧化碳 碳酸盖氏针加氏纳加氏纳分解 引 Gor� 其美味讲过说碳酸 hormone需热会分解 那咸酸产熏 good 所以那它和碳酸针不同吗 碳酸针加氏针不会分解 碳酸季针加氏针加氏 Ir 产生二氧化碳 这当中讲过一个重点 汗酸钙加了也产生二氧化碳 还有吗 葫芦糖发酵 葫芦糖发酵 变成酒精 会产生二氧化碳 看到葫芦糖想到谁 想到有机物嘛 所以还有一个是什么 有机物燃烧 为什么有机物 为什么酒精啊 蜡烛啊 烧完都有二氧化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教 什么叫有机物 含碳的化合物嘛 有机化物叫做含碳的化合物嘛 所以 碳烧完就变成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所以 这些东西就是 会产生气体的化学变化 那就请你把它背一背了解一下 这都可以了 OK 就是我们教 我怎么知道 有化学变化 有沉淀 有气体 然后呢 有颜色变化 然后我们又跟各位复习了一下 一些会产生气体的反应 就这样 可以吗 可以 对 对 是 谢谢大家